您好 歡迎收看5月2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22號在增加了三起確診病例 而這三個人都是從台北回到花蓮 待了幾天之後出現症狀前往就醫 採檢之後確診 而他們的足跡包括了中區的光復 還有花蓮市中心 縣政府已經展開後續防疫作業 也呼籲民眾提高防疫警戒 盡量不要外出接觸 花蓮縣在22號爆出3例本土確診案例 分別為三四六四 三六四一及三八七 其中三四六四為公復人 衛生局長朱家翔也公復足跡來提醒花蓮鄉親 他在5月15號的時候 搭乘四四八次太祖閣號到光復站 那當天晚上就回家沒出門 在5月16號一大早 到大王大部的森林公園去移動 當時是大王大部沒有遊客 然後在8點到9點時間到光復的第一市場 還有附近活動 然後到9點到10點時間到全聯買東西返家 那之後就沒有再出門 那到5月 這是5月16號 那5月17號的時候 他一樣的早上仍然去大王大部森林公園運動 中午呢到光復的第一市場裡頭髮 同時呢也到附近的店家吃麵 到下午也到全聯去買東西 要追問他時間點的時候 個案回答是時間忘掉 5月18號早上他仍然去大王大部運動 但是當天他有一些不舒服 因為他是認為說有點感冒 所以到我們的夜日生診所去就醫 那時候在就醫的時候 兩體溫有37度8 有點頭痛有點咳嗽 那診所就建議他必須要到醫院篩檢 那這是他 在中午的時刻呢 那他有到第一市場跟附近活動 然後回到自己的住宅去 那是18號 那19號的時候 他一樣的去運動 那到了大概中午有接近中午時間 一樣的到這個第一市場買面外貸 由於3641和3871 主機相當的單純 花蓮縣政府代理秘書長張英華表示 案3464在台北被匡列採檢 中央反應中心並沒有通知他要居家隔離 17號回到光伏鄉 21號才通知花蓮縣衛生局有陽性反應 導致花蓮反應破功 我們非常遺憾的是這個案例 5月15號 他的同事確診 他應該 就要被匡列為隔離者 也就是說如果5月15 這位在新北市 擔任氣修工的人 因為他的同事確診他能不能在新北市 立即隔離的話 居家隔離 整個光伏鄉不至於現在 要發生後續這類事情 可避免而未避免 是我們花蓮縣政府感覺非常遺憾 也非常心痛的地方 花蓮縣政府在移民署長 詹英華表示 由於中央的作為 他是相當的遺憾和痛心 不過還是要請花蓮縣 請多多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來度過這次的談觀 記得請問華蓮縣 請 gallons 免費為啟 нак 装濤 请 按